當時老蕭又有份參與,就是賭董 我們就抗拒23條,是這樣的 當時律師就開始曝出來了 所謂45條關注組的幾個大眾 不斷在法律上對23條做一個反擊 做了很多工作在文宣上,印了很多小賊子 後來就有個七一 到最近一次,其實在2005年 否決政改方案的時候 那時我還在電台,晚上一晚 那時還未被人解僱,7月2號才被人解僱 2005年的7月2號 在7月之前,我又在叫人辭職 第三次叫人辭職,就是我做了社民聯主席 我有份去參加這個泛民的法會 什麼叫法會? 法會就是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 每個星期中午,大家有一個聚馬在一起 一些事工性、事務性,關於立法會的東西 動議、辯論、投票、投什麼票 或者有些合作 夾錢的Banner、請職員 都是一些事務性的東西 不是一些政策性的問題 在這個法會上談的 所以後來,現在屈我們說我們沒有開法會 我亦都沒有把這個五居總辭放在法會上談 這個是對我們的一種護免和抹黑 所以這班民主派是很認真的 告訴你 他們明明知道不是這回事 特意拿出來說 接著有誤導公眾說我們沒有開法會 我們兩個走過來怎麼可以 有時候會是一些職員去開的 還有有時候說我們沒有開的那些人 他們都不是每次去開的 所以中間是有… 因為那個是沒有一個硬性規定 你一定是要去開的 那二十三個議員 對不對 即是你都沒有可能坐到二十三個議員 那時候都是十個八個去開的 那間房子都坐不到二十三個人 所以這種說法很有問題 不過這個是後話 即是我們回去去打他 因為長毛為他這個武漢法會 最初就是耳粉田英罵人 接著現在是道歉 我也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到了07年 即是07年年底 人大常委會做一個決定 否決了2012雙普選的時候 我在那個法會上說 我們要集體辭職 是嗎 又來一個總辭 然後選舉 然後才突然到對2012的普選訴求 當時他們也說我發瘋 其中一個大口話就只是討論我 你是不是就立法會議員 就討論我 現在好了 我做了立法會議員 我提出辭職 我已經下水了 所以我們就提出一個五區總辭 這個其實很簡單 就是每個區 因為有五個大區 每個區找一個民主派的立法會議 直選的辭職 接著就要補選 五個區同時補選 單一議題2012商補選 給香港選民一個很清晰的 他們說這個議題會混淆 不知道你投什麼 我怎麼會不知道投什麼 現在天天都在說 盲哥都知道投什麼 現在 說了一個多月 誰不知道投什麼 如果五區總辭 所以這個其實我們覺得 主動權在我們那裡 我們使職就可以了 只要你泛民主派 即是說這23個立法會議員 大家一次 當然有四個 是功能組備的議員 不計的了 十九個直選的議員 分別隸屬不同的政黨 我們當時的例如 就是按比例交人 這個民主黨有八席 就交兩件 公民黨有四個 直選議席 你就交一個 我們社民有三個就交一個 正下來的那四個 非民主黨 非公民黨 非社民的那四個散人 就抽生起醜了 很簡單 或者有人說 我要出來辭職 因為辭職之後 我一定贏回 我知名度度高 2012我又贏 你可以這樣計算 就算我這次輸了 下次我一定贏回這個位置 你是英雄 所以可能有人爭 辭職都說就說 我們覺得這個提議 只要你民主派坐下 大家很理性地去分析 當然有些人很多憂慮 可能會輸 怕不夠錢 九十幾樣 但我們首先要說 原則問題 現在你和我說的 全部都是技術 我只是問你制不制 所以劉慧卿在那個論壇裡 街頭論壇裡在隔我們 他們由頭至尾都沒有 來飯了 杯經 又沒有問過我們 大哥說了 說了原則很清楚 五區總辭 全民公決 不是今天說的 如果你就範的 你認為可行的 就坐下談 技術問題 整個campaign怎樣做 錢怎樣找回來 什麼人辭職 那些全部都是技術問題 但你一天 那個原則問題 大家沒有辦法達成共識的時候 有什麼用呢 各說各話 一人一個喇叭 各吹各的調 但是現在 你在那裡跟我講 技術問題 又利用技術問題 來反對我的原則 那大家怎麼談得來 泛民那些用技術問題來講 其實是在拖延 和轉移視線的 你何俊仁提這個新建議 都沒有跟我們談過 我們都沒有指責他提這個建議 沒有跟我們談過 所以那個所謂的技術問題 是一個轉移視線 和拖延 因為我們來到美加 加拿大美國的朋友 沒有跟我們講 那個技術問題 很多朋友一開中議 就說 大家我們全力支持 這個五區總辭 很清楚的 如果加拿大美國的朋友 都這麼清楚 社民連提出這個五區總辭 有何理由香港的泛民議員 整天見著我們 當然跟我們講 技術問題不清楚 不是給他們一些東西 我給你什麼 我給你八個字 我給你八個字 對了 你真聰明 政治都懂 你八個字你了 那八個字就是五區總辭 儲民公決 講完了 你說可以 坐下談技術問題 所以我覺得很好笑 在推演 在搞拖延詰術 但我們回去也會跟他們談 因為我們現在寫了個雪帖 差不多 因為剛剛我今早看電郵 已經有二十四條問題 我們已經 設定了二十四條問題 這條問題就是過去 這一個月 他們提出的疑慮 包括最新的就是 何俊仁的提議 我們也設定了 這二十四條問題 我們也有一個答覆 然後這個雪帖出來 我們就會發給他們 夠他們看了吧 包括技術操作 我們就不會很詳細 在這個雪帖說的 因為技術操作 就牽涉到你派什麼人選去選 是吧 還有究竟每個區 就是那個組織動員 那個做法是怎樣 都可能不同的 是吧 所以這個實際的技術操作 我們就不會在一個雪帖裡說的 是吧 但是 那個原則 包括我們 那四篇問題 會將過去的二十年 民主派在爭取這個民主普選 究竟出現什麼問題 我們都會寫出來 華索恩 就是有個五區總辭的建議 我明白 是吧 你們同不同的事 我沒有所謂的 那個可以拿出來談 是 你雪帖人也要寫完 是 我沒有所謂的 我那個我可以寫完 這五個都是你想的人選 我 其中有個有個 有我分 是吧 當然沒問題 我真的不知道多樂意 是吧 我可以休息幾個月 然後我選我又贏 百分之一千人 這個第一次 我少少拿到這個 上方的保險 就是主動權原本 就在你們手上 要沒有政府這個五區總辭 主動權在自己那裏 當何俊仁提出的時候 也都在北美重回的時候 雖然自己說 回去慢慢談 這段虧的時間 你會問 哎呀 有沒有一個哎呀的例子 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都可以提現 其實我們很不理解的 就是他民主黨作為這個 泛民主派的龍頭 他沒有得不回應的 他現在不贊成我們五區總辭 那個構想 他一定要有一個替代方案 他這個替代方案 就是由何俊仁提出 最初那些人當他說 原來他就是 經過民主黨的立法會 黨團通過 因此通過支持何俊仁這個方案 來替代我們的方案 另外何俊仁有一名報 寫了一篇文件 就是解釋他這個方案 這個就不是他在這裏說 不是他在這裏說 不是貪口爽 好像梁凱儀說 二三個世事 他不是那些貪口爽 是經過他黨團 因為他自己本身 有內部一個民主機制 譬如包括劉慧慶說 我們開特別會員大會 你開甚麼會都不要緊 你到頭來給我答案 他這個方案 其實我們覺得是不可行 就等於他覺得我們那個方案 不可行一樣 但不要緊 我們拿出來討論 是吧 我那天在網台上說 李南非說我們低B 那他這個一定是白痴 是吧 假如我們那個是低B 他應該是白痴 其實這個我是欠虛的 我那個一定不是低B 他那個是百分之百白痴 是吧 白痴的地方 就是第一 你一定要那個政改方案 拿出來 要立法 然後我們作為一個立法會 我們去投票 我們投反對票 因為這個政改方案 需要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所以佔據有三分之一以上議席的民主牌 就是呢 只要他二十三票齊一報法 或者二十一票 這樣就可以否決了這個政改方案 是吧 這是在05年做的一次 是吧 但是現在其實我們有個擔心 當初我們讀這個五區總結之前 就是說 這二十三個人呢 是分分鐘會走掉三四個 你走掉了三四個 你就不夠三分之一 那就走掉了 一邊